2022最新超自然恐怖片 恶魔的光火即将来袭 本片根据梵蒂冈真实事件改编 在天主教会中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有男性神父才有资格进行驱魔仪式 刚刚加入教会的年轻修女安娜 却偏偏想打破这个传统 因为她深信替人驱魔是她天生的使命 安娜的天赋和决心 最终打动了一位驱魔导师 她魄力让她参与并旁观了一次驱魔仪式 可是没想到 连导师都无法降服的恶魔 却被年轻的安娜轻松化解了 于是安娜也成为梵蒂冈史上 首位学习驱魔的修女 不过这也让安娜的一段 不堪回首的往事被暴露出来 原来在她小的时候 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但其实她是被一只恶魔附体失去人形 而内心强大的安娜 因为天生有神力护体 让一般的恶魔根本无法靠近 更别说附体 除非她自己愿意放弃抵抗接受被恶魔附身 于是这个强大的恶魔 不断折磨安娜周围的人 以迫使她乖乖地交出自己的身体 最后安娜为了拯救一个无辜的小女孩 终于让恶魔在自己身上附体 最后安娜能够产出这只弹 是恐怖的恶魔吗 由诗门影业出品的恶魔的光火 10月28日北美上映 喜欢驱魔恐怖片的观众不要错过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关注我一起看好戏